97、上海證券部 場外網絡配資公司不再新增配資操作 2015年7月14日新聞市長3張玉宣中 響應證監會和國家網信辦清理整頓要求記者 張玉宣中零編輯封林為避免股市反彈後 場外資金在現加槓桿趨勢 中國證監會和網信辦7月12日晚間分別發布通知 分別從證券公司交易接入或網絡宣傳獲客上清理場外配資炒股 記者調查顯示 大部分網絡配資公司如米牛網、尋此網等已發表公告 不再進行股票配資業務 原有配資業務合同期內繼續服務 到期之後不再續約 不過,仍有個別配資公司表示可以通過信託指帳戶接入券商交易系統 清理指示為了促進食名制 其他系統仍然可以實現對峙 目前配資起點五十萬 槓桿一、三、月息一點二、一點三 某負責人高數記者 配資公司資金來源主要有民間自由資金 通過信託結構而來的機構資金和互聯網無集資金 通過清理 互聯網這一渠道基本清理 信託渠道可能有部分仍在運行 目前場外配資的法律地位仍不明確 處在監管真空 本著金融創新和法不禁止即可謂的原則 民間配資走上了互聯網化過程 未來可能轉型做私募 一位配資人士高數記者 十二日盟證監會發布的關於清理整頓 違法從事證券業務活動的意見 可以算是對六月十二日關於加強證券公司 純釋系統外部接入管理的通知的 進一步重新和細化 後者被普遍認為是觸發場外配資去槓桿 以及過去幾周股市融資判連鎖踩的道火索 證監會的最新意見要求各地證監局 繼續嚴格督促證券公司規範外部信息系統 接入行為 要求中國結算嚴禁帳戶下設指帳戶 分帳戶和虛擬帳 信息技術服務機構等相關方直接或間接從事證券服務的 應當清理整頓國家網信辦對門戶網站、網絡平台和媒體單位 效法關於全面清理配資炒股等違法網絡宣傳廣告的通知 要求相關單位從本通知下發之日起 全面清理所有配資炒股的違法宣傳廣告信息 證監會意見中提及的外部信息接入系統 在業內主要包括增罪 只提供的HORMS 元件服務 這種互聯網元件可提供分倉操作 通過與散營信託帳戶結構結合之後 極大促進了場外配資業務的發展 散營信託以及配資公司普遍利用HORMS在合法的證券帳戶 帳戶、無帳戶、下掛紙帳戶、虛擬帳戶 實現對配資客戶交易帳戶的資金分配、交易管理以及風險控制 如本輪連續大跌中領人民知識變的系統自動平倉 這份意見中應留有一定餘地 6月12日證監會通知發布之前的全量外部信息接入系統可以持續運行 但是需要逐步規範、不得新增客戶、賬戶和資產 而證券業協會對外部信息接入的認證規範需要等到8月份才能出台 這場配資清理工作始於今年4月中巡證監會強調證券公司 不得為場外股票配資、三型信託提供數據端口等服務或便利 證券業協會也同步就證券公司外部信息接入系統的規範徵求意見 6月12日的通知發布後,新開三型信託帳戶被一律禁止 這次清理工作恰逢前期從倉中小市值股票的投資者吊倉 加指年中資金緊張等多個因素,引發一系列連所反應 最終導致場內外融資盤劇力去桿桿,從整個市場來看 證券公司兩融業務規模直至7月9日仍有1.4萬億規模 7月10日,融資原額因市場反彈有所回升 場外配資沒有準確的監測數據,但從投資者情緒來看 其規模出現反彈亦是大概率事件,有夜內人士表示擔憂 A股中小市值股票的股值水平和槓桿水平在本設調整後仍然不低 就目前政策看,對於場外配資已進行了很多審診監管 但是如何檢測場外配資數據,避免銀行資金者 這道信託入市仍需要更多努力,同時,這也是對目前分業監管模式下 金融監管協調機制運行效率的考驗 1 7 9 10 20 9